大家好,我是八戒,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今天是2020年9月5号,星期六 接着昨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继续聊一下美国大选的消息,给大家做个更新 那昨天八戒说到了南希佩洛西从华盛顿那边回到他的旧金山家中呢,就去约了他的这个理发师Tony,然后就做了一下美发 被网上面人曝光出来以后呢,他就受到了网上面的很多的口诛笔伐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八戒今天也在网上面翻了一番底下评论区的评论 特别是八戒在翻到关于美国这次大选使用邮寄选票的这个消息的时候 下面也有一些美国网民对于这个消息啊,也有一番冷嘲热讽 那今天呢,八戒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邮寄选票 根据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参谋长理查德·沃尔特斯说 以前已经建立过邮寄选票的这些州呢 一般来说是使用这次邮寄选票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有四个州原来没有使用过这种邮寄选票 他们是加州,新泽西州,内华达州,佛同盟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 在这五个地区啊,没有使用过这种大规模的邮寄选票 但是呢,他们这次也是主动的把这些选民的默认的投票方式呢 都给他改成了邮寄的方式 八戒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 在推特上面,有中国的朋友们,他们是美国公民 也po出了自己的图片,说他们自己的选民状态就被恶意的改成了这个默认是邮寄的方式 那在目前这种大流行病的这种情况下呢 这种邮寄选票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呢 现在包括达特茅斯学院,纽约大学法学院等等的这些研究人员 他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表明呢 目前没有发现在过去的选举当中 普遍使用这种邮寄选票,与邮寄选票有关的这些州啊 采用过这种方式呢,有大规模的欺诈行为 但是呢,今年有一个特别情况出现 在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市 包括脸民民主党候选人在内的一共四个人 被控涉及邮寄选票的欺诈行为 目前他们已经是被控有这样一个犯罪行为 正在等待上庭 那关于这个消息呢 巴基也是在华尔街之报上面看到的 在华尔街之报下面的评论区啊 很多的美国网友他们就在冷嘲热讽佩洛西 他说啊,你们为什么禁止我们去投票站投票呢 你可以不戴口罩 可以直接的到这个公共场所 到这个你的理发师的这个店里面去 进行一个美容美发 并且时间是这么长 你为什么可以就这种违反的公然的旧金山的市政府的命令呢 你可以有这种特权去美发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这个投票站进行个投票呢 而且我们是戴着口罩去投票 投楼票以后我们就走 时间比你美发要短的很多 为什么你可以我不可以 这是第一个 大家普遍比较在上面嘲讽他的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邮寄选票 还有人在说 这次邮寄选票肯定会造成 史上最大规模的这种欺诈案的发生 另外呢 他就是说全世界人现在都在关注美国这次大选 美国这次大选会不会闹出了很多的笑话 会不会闹出很多的污点 那在前段时间呢 有很多媒体他就在曝光这个俄罗斯的人和俄罗斯媒体 俄罗斯黑客 怎么样去影响美国16年和2020年这个大选 那这次呢 网友评论说 这次美国就算没有任何人去影响你的大选 你这次的大选也有可能变成史上最大污点的这样的一个大选 在底下评论区的网友啊 大部分对于这个邮寄选票 还是持有一个否定的态度 他们呢 还是希望能够回到投票站 进行这样一个投票 才是他们最终的一个心有所属的这样一个选择方式 他们不愿意采取这种邮寄的方式 因为呢 他们也认为 目前美国啊 这种死亡人数啊 很大一定上的一个原因是在于 就算你没有这次冠状病毒 你美国这次死了这么多人 他按照正常的一种老人 他得了得了这个癌症 得了这些疾病的话 正常按照美国这几个月 这半年的这个死亡人数比例来看 其实跟目前得新冠病毒 这个死亡人数一对比的话 你扣掉那些正常死亡人数的 每个月该去死这么多人 把这些人扣掉掉以后 真正因为患了这个新冠病毒 然后中招了以后 由于这个中招不治 死亡的人呢 也就是在9000个人左右 所以这就跟美国的CDC啊 和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目前统计出来的美国死亡人数 高达18万多人 可能在明年的1月1号 可能会高达这个二十几万 甚至30万人死亡 另外呢 他们也预计美国以后 可能会高达几千万人感染 这种数字呢 巴结是比较的一个不认可的 因为最起码在巴结的身边啊 我还没有看到我周围的朋友们 有哪个人得了这个新冠病毒 有哪个人得了这个新冠病毒 要去住院治疗的 等等的这些方面 包括呢 有些朋友在每天啊 还是在正常上班的这些人 也经常跟巴结进行个沟通 也没有发现说 他们的朋友之间有得这个病毒的 只是说现在大家都比较 这个小心一点就是了 特别是大家都会出门 都是比较遵守这个规则 都是佩戴口罩 勤洗手 这些方面呢 已经完完全全能够避免 去接触这些有害物质 我相信这次大选呢 如果能够放开进行一个投标战 全部进行投标战 恢复到原来那种的 你如果真正的需要进行邮寄选票呢 那你就使用这种缺席选票 如果你不需要呢 还是回到投标战进行个投票 这种呢 应该能够更加代表美国民意的 这种彰显 好 那关于邮寄选票 巴结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呢 是来自CNBC和华尔街日报 他们就是说啊 目前随着连党都在绑这个疫苗上面 大作特作文章造成了美国这几大疫苗的 这个测试的制药商 测试的生产商等等的 这些疫苗的研发公司 制药公司 他们都面临很大的这个政治困扰 政治上面的一些问题存在 他们目前已经向两家媒体透露 他们可能在下一周 有一个共同的宣言发布 一群这个疫苗的制造商将打算在这个冠状病毒疫苗 没有准确的有这个确切的第三期临床 这个这个有效性数据发表之前 不会迫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压力 要求他们这个在10月15号或者是11月1号 或者是11月15号之前等等的这些时间点之前 把他们目前没有测试成熟的疫苗推向这个市场 他们目前呢打算在下一周有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 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这些 他们之前所这种承诺的疫苗的安全性 疫苗的有效性 疫苗的副作用等等的这些数据 必须完完全全符合美国FDA 现有的所有的这些疫苗证证 必须每一道关口都要能够过 过了以后呢 他们才会往这个疫苗按照FDA的这种方式 把它推出来 他们不会在这之前通过这种政府的这种压力 不管是来自共和党特朗普的这个行政命令 要求FDA必须给他们几家疫苗公司 特批一个紧急的授权疫苗 另外呢 他们也不会迫于这个民主党的压力 就是说把这个疫苗进行一个压后 他们目前的表态就是说 如果没有确切的这些有效性的数据 第三期的数据目前还在这些测试当中 目前这几家公司的疫苗公司 大概已经在全美国招募了数十万的志愿者 正在加班加点的测试 他们的第三期的临床疫苗的效果 如果有确切的效果 他们会随时的公布于众 他们不会寻求紧急的这种授权 然后就在大选之前 把这个疫苗立即的投放市场 所以从这个消息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这次大选已经不仅仅是大选政治方面的问题 他们把这个政治问题已经延伸到关系 到美国民生当中去关系到美国每一个老百姓 在美国生活的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当中去 他们要拿美国人民的生命 要拿美国人民感染这个新冠病毒的代价 这个后果来作为一个赌注 来赌他们这个政党的未来 民主党呢 他们就是想把这个共和党提出的这个紧急疫苗 给他往后拉 拉的时间越长越好 最好是等到拜登胜选以后 然后过了两个月或者过了一个星期 就把这个疫苗已经研发好的消息 公布于众 然后就把这个疫苗推向市场 民主党呢 是这样一个想法 那共和党呢 他们也是为了他们的选票着想 那特朗普呢 他也是巴布勒 在10月15号之前 就把这个疫苗立即的推向每个州 他也是要求每一个州 在11月1号之前准备好 会接收几百万剂的这个这个疫苗 会把这些疫苗提前的分发过去 然后让这些这些州呢 进行一个接种 目前呢 对于这种说法呢 这几家三大疫苗公司 辉瑞制药啊 阿斯利康啊 摩德纳啊 都还有这个等等 其他的这些 有这种相关研发的这些公司 可能在下一周都会 举行一个联合的声明 就是关于这则消息的 这个问题已经彰显了 美国这次的大选啊 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了 已经渗入到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了 已经渗入到每个人的血液当中了 那关于另外一条消息呢 美国这个福奇博士 也是美国传染病的专家 顶级专家 福奇博士 就是说呢 他在接受美国CNN的采访说 他说FDA将会非常明确的根据临床实验数据做出决定 他说实验结果也将由数据和安全监视委员会进行一个审查 该委员会呢 是一个观察患者安全和治疗数据的独立专家小组 他说我们可以对FDA的说法充满信心 我们一定会相信FDA 他整个审批疫苗这个过程是透明的 是可靠的 是受到这个监管的 那有记者在问这个福奇博士的就说 如果现在疫苗上市了 你敢去注射它吗 你敢去接种这个疫苗吗 福奇就说 我一点也不担心这个疫苗的安全性 我当然非常乐意 那说明啊 福奇博士他从他的专业角度啊 看问题看的还是比较透彻的 他能够获取的这些疫苗方面的数据 肯定不是普通人能够获取的 相信呢 他对于美国目前几大公司研发的疫苗的后台数据 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另外呢 根据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的部长阿扎 他也是说 不管是美国的这次接种疫苗 是在10月15号 还是在11月1号 还是在11月15号 还是在后面的任何一个时间点 他说 这都跟美国这次大选毫无关系 我只是想说啊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是不相信的 首先呢 民主党人肯定是不相信的 共和党人特朗普呢 他已经把他的话放出来了 他就是希望各个州啊 能够在11月1号之前进行一个接种 能够扩大这些选民 接种以后能够到投票站进行个投票 能够立好他的一个基本盘 那从等等的这些以上的数据可以反映呢 等等的这些言论可以反映呢 他说的这个话 只是安抚那些就是说根本就是没有大脑的那些人 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有想法的那些人 他说他说这些话根本就不用去听 这个事情明明白白的 现在就是已经染指到这次的疫苗当中去了 疫苗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产物 在这种政治产物的情况下 能不能保证这个疫苗是非常有效的 能不能保证这个疫苗是非常干净的 能不能保证这个疫苗是没有任何对人体造成相当大的副作用的 那看来呢这个问题还有待时间去检验 好那今天关于南希佩洛西被人讽刺的 这个邮寄选票的等等这些问题 还有这个美国大选绑这个政治问题 往那放到疫苗里面去 这两个消息呢 八戒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有兴趣跟八戒交流的小伙伴呢 可以在底下评论区评论 或者给八戒私信 喜欢八戒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油管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